西貢驚天綁架案 警方在星期二早10時半 用藍色車載著29歲 來自貴州姓鄭的疑犯 離開了黃大仙警署 去到牛池灣附近重組案情 大批警員捉起了人臉戒備 疑犯到達牛池灣在牌坊後 去到早11時 探員騙計疑犯下車 疑犯被黑暴門頭鎖上手扣 腰間就有鎖鏈 他穿著黑衣、黑褲和拖鞋 不時回答探員的提問 現場亦有翻譯員協助翻譯 由探員手持攝錄機拍攝過程 大約3分鐘後 疑犯再次回到七人車 之後去到牛池灣街市 探員之後再將疑犯押下車廂 在港鐵彩虹站B出口外面 逗留了幾分鐘 之後慢慢走入街市範圍內 調查 大批警員在街市內外 拉起了封鎖線 探員和疑犯在街市洗手間 和街市外面食市門外 逗留了一陣 其間引起了大批市民為官 在街市重組案情之後 疑犯再被壓到採洪港鐵站 警員捉起了人鏈和緩緩推進 進入了地鐵閘範圍 探員之後押疑犯去到飛鵝山西貢白石窩村 藏心地點繼續重組案情 警方消息指 被捕的內地男子鄭興旺 是警方發相片追輯的六名疑犯之一 星期日晚上近11時 他持傷情證 在羅湖口岸過關時被捕